刘管家 你急什么呀 回到韩元怎么不问我一声 肚子饿不饿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肚子饿了 我需要你给我做宵夜 做完之后送到我的书房里的 高尘 你莫名其妙地 把我关在一个破仓库里 几个小时 你居然好意思 让我给你做宵夜 你没事吧 那怎么办 你想告我非法拘禁吗 行了 你去告 告完了之后 我明天就找新的管教呢 你 你想吃什么 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来告诉你 还说明商贸公司有一个人 被特别调查所给抓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晓顺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但是我担心你的安慰 我害怕你被窃缘 所以今天才把你关到仓库里去 我给你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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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 小顺他怎么样了 他被抓的时候 复杜自杀 他把你疯了 今天美子 是 不要 至于你 那 一 来 你 我 你 我 你 我们之前对高尘的几次暗杀 小春都参加了 天然这次对小春下手 一定是特别调查所和高尘的故意报复 王小春同志 是让自己的生命换了我们暂时的安全 敌人可能很快就要发现公司和顺风救治铺了 暗杀高尘的行动必须要提前了 否则我们有更多的同志要牺牲 我没迟到吧 今天你做得很好 刘小姐 明天开始 你在韩元的任务就可以结束了 真的 任务结束了 那我可以回公司上班了 如果行动顺利的话 当然没问题 这是哪里的钥匙 这是一处安全房的钥匙 如果明天行动失败 你必须立刻撤离到这间安全房 没有我的通知不许离开 这是任务吗 这不是任务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吕小姐 虽然你不是我们的成员 但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我代表所有情况做好 向你表示感谢 韩经理 韩经理 不是 组长 你不用客气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嘛 只要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我不怕 你的任务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 设法将高尘车里的油放掉 明天早上他上班之后 你立刻打电话通知我 咖啡的钱已经买了 我先走 你接下来再走 注意身后有没有尾巴 组长 我能问你一下 你会对高尘做什么吗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你必须要让吴克走心啊 他一个人去那儿 会怎么样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吕汉之此时才明白 韩寿民派自己潜伏在高尘身边 根本不是为了窃取情报 而是要像对付吴克那样 把高尘引到顺丰修车铺 实施暗杀 他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慌亡 主任 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什么事 高科长不是雇了一个 管家来打理韩元吗 您猜猜猜过的是谁 吕汉之 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 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吕小姐现在长得是 越来越漂亮 惊艳 你怎么跟高尘一个毛病啊 看见美女就卖蹦腿了 人家高尘还没成家呢 你可是有家屎的人 主任教训的是 被证明了 你和高尘啊 都是调查所的人 我们这个地方和一般的地方不一样 所有成员交往的人必须是 背景清楚可靠 所以我倒是觉得 那你倒是应该经常去韩元走东走东 那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啊 这个高尘跟宇小姐差一点订婚 现在这种关系到底什么情况 当然有必要要搞清楚了 再说 高科长 可是调查所的骨干 我们要防范任何的抗日力量 对她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渗透 主任 我明白了 肠胃本来就不好 再说 我是个女孩 吃东西能不能纹雅点 到处都是 疼吗 嗯 为皇军效力 是我的选择 你无权干涉 好 好 今天是怎么了 吃饭 饭也没做 自从 我到韩元当管家 你一直对我很包容 也很照顾 所以我今天 想请你出去吃晚饭 好好说 宝贝 去哪儿 芬羽涵大学旁边 有一家新餐厅 油盆做得特别好 我以前跟美封经常去 去那儿 可以吗 可以 站吧 我去换身衣服 至少配得上 这么漂亮的布衣 等我了 你选这家西餐厅真的很好吃 这些肉都非常嫩 很香 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我 我就是有点头疼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我送你回去 高尘感觉到了吕汉芝目光里的诀别意味 突然警觉起来 怀疑今晚军统准备对自己动手 是在这家餐馆动手 还是会在别的什么地方 李管家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花那么多钱请我吃饭 本来呢 应该开开心心的 两门聊聊天的 你却什么都不吃 就像最后的晚餐一样 这些钱不就白花了 多可惜 我 我就是 不饿 我先去下洗手间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对一个霸占了韩元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见死不救的汉奸心软了 怎么会见我呢 你妈 我为什么不叫我 你妈 大老犯截 现日日火 明日日火 还想一本家族东方 还想一本家族东方 明日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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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一本家族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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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日火 这次特别叫男主的声 车里面的人一定是汉奸 她是大汉奸吕徐松的女儿 以前还是笑话呢 现在竟然去给日本人的 狗腿子当情妇去了 打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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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什么呢 你们凭什么说我爸是汉奸 你有证据吗 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爱国 我告诉你们 我跟你们一样爱国 你就是汉奸 打死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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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真能添乱 可惜了我这西服第一次穿 糟了 你们这些人 聚众打人砸车 寻衅辞职 通头过来带过去 凭什么抓我的 凭什么抓你们 砸车 打人 这就是不对的 犯法的 带过去 辛苦啊 你是车主是吧 对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学生给带走 带走 等等 我还是算了算 你是车主 你的意思呢 姑娘都说算了 况且人也没受伤 把他们放了吧 好 你们这几个学生啊 命好 遇到了一个好人 还不赶快滚 滚 快 走 快 走 兄弟们 说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好好的车都成这样了 轮胎都废了 明天 怎么开车上班呀 那你明天可以坐黄包车啊 你幸灾乐祸呀 我没车开你那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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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明天可以坐黄包车啊 其实呢 我今天也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 其实也不算特别坏 至少 你没有为难那些莽撞的学生 谢谢夸奖 你的话我懂 不是特别坏 但还是坏 你不是吗 坐着干什么呀 不想回家了 我说你这个人坏吧 都不等我 这么晚了 真是